我可以告訴你它是真的有效的 根據傑森市調公司它的市場調查研究指出 一般的家長他在使用跳氧APP一個月之後 教養上面的困擾明顯降低的程度 在統計上是達到三個標準差 明顯的顯著水準的 這意思其實就是不管孩子的問題有多嚴重 你只要依照你分析出來的結果 然後根據他提供你的家長建議去執行 執行一個月之後你就會發現你的孩子真的改變 它真的有變得不一樣 它不只是單一面向的問題 可能很多的問題都發現好像真的不一樣了 真的有改變 有成長 有進步 我們也非常榮幸的已經有獲得在 包含台灣 中國 日本的發明專利 美國的發明專利也已經進到了申請審核的階段 我們希望透過這套跳氧APP的教養系統 可以協助更多的爸爸媽媽 更多的教養者 都可以一起陪伴孩子有更多的進步 為什麼問卷會這麼長 他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孩子他其實每一件事情和每一個狀態的成因 都是有所不同的 同樣一個挑食 他可能背後的成因都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不瞭解你的孩子 然後我們也沒有接觸過你的孩子 所以當然我們也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 這個狀況怎麼樣處理 透過你直接去勾選每一個你在日常生活中 觀察到孩子的狀況 勾選完之後 他會直接針對你眼睛裡面看到孩子的一些行為表現 去分析出來 孩子現在可能最核心的重點是哪一個 而這個核心重點 你去執行了針對這個核心重點的教養建議 它才會真的有效 那的確問卷比較長 如果你有再發現到 其實你在舔的過程中有點累了 或是好像旁邊小孩叫了 所以我可能要先出去處理一下小孩 可能沒有辦法一直花這麼多時間 在處理這份問卷 那其實你可以先關起來 等到你有時間了 比較有餘裕了再回來 太陽其實已經有把你上一次 填搭的狀況 全部都已經有些儲存起來 還是你要全部重新填搭一次 這些都可以